政府预计动用200亿元以隧道方式兴建中环湾仔绕道 和优化海滨地区 共建维港委员会认为 要改善湾仔的交通问题 填海是有需要 郭永琴报道 湾仔发展计划进入第二期检讨阶段 展出新的概念模型 顾民公司建议其中湾仔一段的主干线 会在填海区下面兴建隧道 由湾仔西面农景街新延至东面北角游街 再接博东区走廊全长三公里 但需要填海15公顷 共建维港委员会说 填海是为了解决交通制实 现在这个中环湾仔绕道的 用隧道形式兴建的方法 就是填海面积最少的 零填海方案 如果要建条路来说是不可行的 填海之后的地方 会兴建五个有历史文化 陆化休戏和水上活动的区 不会有住宅和商业大厦 这个海是越来越小的 香港岛是一个标志 填了现在的楼都这么密宅了 这个模型稍后还会在港岛多个地方 循回展览 也会有社区工作坊 给公众人士参与 预计咨询工众两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在国泳及报道